元宵节十二禁忌 国师提醒触犯恐破财 岁韵缠身 记者许舒仪 台北报道 今八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 也就是上元节 是三观大地的天观大地诞辰 三观是上元赐福天观紫微大地 中元赐罪地观清虚大地 下元解恶水观动因大地的合称 全名为三元三品三观大地 也称三界公 在道教中仅次于玉皇大地的神明 因此这天如同小过年 社团法人台中市民门命理教育协会创会理事长杨登科教授 特别提醒民众 有十二项禁忌需要注意 今八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 也就是上元节 是三观大地的天观大地诞辰 三观是上元赐福天观紫微大地 中元赐罪地观清虚大地 下元解恶水观动因大地的合称 全名为三元三品三观大地 也称三界公 在道教中仅次于玉皇大地的神明 因此这天如同小过年 社团法人台中市民门命理教育协会创会理事长杨登科教授 特别提醒民众有十二项禁忌需要注意 一元宵节当天是天观大地的诞辰日 应以喜庆为主 因此夫妻不能吵架 也应尽量避免孩子哭闹 打小孩 以免给家里带来煤气 二元宵节当天 杨登科建议 避免剪法 因为法的谐音又同发 所以这天不要剪头发 免得把好运气剪掉了 因为发如同发财的发 这天剪法 财富恐喜之一空 一年存不下积蓄 三元宵节当日避免看医生 除非病情突然加重 或先前已经住院 否则有当年恐病痛连连 四元宵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 避免工具或设备损坏 否则整年恐财富流失 霉运降临 杨登科建议提早预先检查